政府通過公務員加薪方案 不過有調查說公務員的整體表現未如理想 香港研究協會今年5月底至6月 訪問了超過1,000個18歲以上市民 調查分為能力和工作表現兩部分 整體滿意度只有2.74分 低過3分的一般水平 在能力評分方面以靈活變通最差只有2.59分 亦是兩部分之中所有項目最低 工作表現方面勤政慰文就包含得2.72分 而工作效率亦只有2.74分 最高分的兩項分別是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及維護國家與香港利益 公務員逆市加薪 高層加2.87分 中低層加幅達4.65分 調查顯示 有四成受訪者認為加幅過高 覺得加幅適中的佔3.4分 亦有一成六人認為過低 另外有一成人沒有表態 反映市民對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未有共識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當局 進一步完善公務員管理制度 加強培訓提升公務員的隊伍質素 有學者亦同意 政府要審視公務員鐵飯碗制度 又指公務員給市民的印象 是不懂得變通和欠缺使命感 即是說他沒有那麼勤政外民 我想比較多大家的印象 可能在疫情的時候 他們很少出來做 即是很少挺身在疫情裡面放手 很多義工的時候都是地區人士組成 其實當時很多人對這個都有點不滿 有所謂的 還是不理解 是不給你 沒有 под我 好像 都有 你 與